实际上呢,我们经常说,修出世法,要修在清闲,没有烦恼 就是说,你今天说,我已经想觉悟了,我已经对人间的一切看破了 我对人间没有太大的这种欲望了 但是你还是烦恼不断呢? 你人没有清闲呢?你还有所求啊? 这样你修出世法,你一定会修到后来没有很好的果 所以果就是因为你修 所以要明白什么叫出世法 实际上出世法,那是我们最后的目的 我们在人间必须先修路世法 把人间修好了 修成以具相好、光明及尽佛土 就是修出世法呀 因为把你的相貌修得越来越好 你在人间整天板着脸,整天不开心 你怎么能修出世法呢? 今天我们不烦恼,不去忧伤,不去难过 我们的相会越来越好 举个简单例子 你烦恼时你的脸整天捧着 如果你想到我现在什么都放下了 只要以后能上天就好了 你是不是想到出世 对,那你就会没有烦恼 你脸上长词以往 是不是皱纹也比较少 你没有一种忧郁感 所以我们学佛要懂得修出世法 必须先要修路世法 自己在世间就要想通想明白 就要很自在 很清闲 真的放得下 真的觉得这个世界 一切都是空的 都是假的 对我来说 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 但是在人间我必须有责任 我必须有责任 让我在人间的所有的善缘 要把它把握好 要把所有的恶缘要还清 这样我才能修出世法 所以并不是你有这个境界 你认为你可以修了 你就能修上去 就像很多人 认为自己可以做这个事情 但事与愿违 最后还是落得一个 什么事情都一事无成的结果 所以我们经常说 学佛要干净 心地无乱 自信定了 一个人如果心中 心地 心地的地 实际上就是讲的你的本性了 你的最根本的心的 这个地 无乱性 无乱自信定 你的心不乱 你的本性就会 扎扎实实的定下来 所以你去看很多人乱了 难过了 他就慢慢的时间长了 他就会信定不下来 所以我们学佛要先立人 就是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学佛人要对得起天 对得起地 做人要像一个正大光明 光明正大的人 这就叫立人 所以学佛并不是单单的说 我可以学佛 而是先把你人品给我立正 你不要在人道里 做得像一个畜生一样 做得像一个鬼一样 所以台长 不喜欢看见弟子们 讲话摇耳朵 其实你不一定讲别人坏话 但是让别人看见了 你就不尊重别人 我们学佛人 光明正大 为什么要做 自己让人感觉到 不光明正大的事情 学佛人要做善人 善良的人 帮助别人 如果你这个人 从来不知道帮助别人 你这个人就是没有善 你自己说 我做自己的好人 我也不去帮助别人 你没有善 你没有善心 你就会没有善德 如果你这个人 连这个善德 道德都没有 你就不成为一个善男子 善女人 你连这个根基都没有 你就很难 修成菩萨 修成佛 所以 台长希望你们 一定要学佛 先要做人 做得像 因为人道 它是 这个 这个 我们说三善道里面 也算善道吧 但是想一想 有多少人在善道里面 做了多少恶的事情 他还算一个恶人 还算一个善人 因为他们已经丢失了人的本性 所以这个世界就会出现很多人说 批的 人批的一个狼 说你伪装 说你挂羊头 卖狗肉 说你 人 性都丢失 还不如一个畜生 等等的一切 实际上就是要我们 做善人 成为一个正正派派的 不去偷鸡摸狗的人 成为一个 我们顶天立地的 一个学佛人 这样的话 正能量就会在你心中充满 所以 慢慢的 要有善 有善的前提 就是要有爱 要爱所有的人 这个爱并不是一种感情上的爱 并不是说男女之爱 而是一种从内心发出的 这个爱情 这个爱里面没有的贪 是一个纯洁的 就像同学之间 就像父母跟孩子的爱 长辈 老师的爱 同事之间相互帮助的爱 所以 我们要懂得 善缘 就是靠着自己慢慢的积累而成 恶缘 是靠着 很多的 很多的 那些 累积而成 所以一个坏人 也不是天生就是坏人 一个好人 也不是天生 他就会成为一个好人的 都是一种累积啊 所以我们做人 身体要不断地做善事 意念要不断地想好的事情 行为 和嘴巴 都是要善良 所以做人 学佛 都是靠着自身的能量而来的 我们做人 怎么样能够修成菩萨 就是靠着我们的坚定的信念 因为我们 在迷途当中 知反了 因为我们懂得 人生无常了 因为我们懂得 佛菩萨 是无私的大爱 所以我们 才会一直学着菩萨 在人生的道路上 不停地走着 这就是我们 今天跟大家讲的 叫自佛 自佛就是自己的自 佛就是 佛菩萨的佛 自佛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心 自有佛了 就叫自佛了 因为众生之所以能成佛 因为我们心中有佛 因为我们的本性 本来就有佛的嘛 就像 我们家里本来就有金子 因为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一直过着 很贫困的生活 一旦知道了 家里有这块金子 可以做抵押 跟别人借钱 这样 你的生活才会改变 所以 学佛和做人 道理都是一样 心中 有善 心中 有慈悲 最重要的 心中 没有妄念 没有贪心 这就是佛 经常跟我们讲的 叫 外 无一物 就是 外面没有一个事物 可以让你变化 只有你自己在变化 外面的 时代在变化 你 心 一定不能 随着 静 而转 因为你的心 跟着他转 你 会生出 万种法 所以叫 我们经常讲着 本性 生万种法 那么 本性 如果善良 生出来 种种法生 本性 恶的 生出来 种种法恶 所以 控制好自己的 善良的 本性 不生出 那些 恶的 经常 生出 那些 善的 东西 你就能够 学到 更多的 这种 佛法的 一些 善良的 东西 所以 台上经常 跟大家讲 佛经上说 心生 种种法生 心灭 种种法灭 就是让我们 灭掉 我们的烦恼之心 灭掉我们的 业障 生出 善念 生出 佛念 希望大家 好好地 学佛 好好地 修心 在 人间 这个道路上 让我们 走出 一条 自己 能够 开悟的 佛光 大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